從連續修飾導致菜價暴跌 再到被爆出 不會看財經報表 北農總經理吳英寧 成為眾矢之地 但還沒完新影片再曝光 香蕉 芭蕉 傻傻分不清 現在傳出背後其實 跟台北市府的高層內鬥有關 這次農產公司的這個人事案 還有在過他們的整個運作來講的話 都可以看到一些所謂的 市長那個派系鬥爭的這些關係 那市長這邊他也 我們也曾經也問過這個 為了這個農產公司的這個人事 問過這個市長說 你怎麼會找一些 讓我們覺得很好笑的一些人來接任 那市長當然也跟我們講說 因為我就是沒有人 否則的話我就自己派人 單從吳英寧空降 被農總經理大衛說起 專業受質疑 還被呂算是高級實習生 但背景雄厚又有農委會撐腰 吳英寧走過修飾風暴 對照陳景君 雖然澄清沒有跟吳英寧不合 但先前傳出安插自己人馬不成 加上吳英寧不按照程序 直接跳過他 私下和市長辦公室主任蔡壁如 多次碰面 導致兩人裂痕越來越深 他就接受一些政治上面的妥協 那政治上面的妥協 可以看到我們民進黨這邊 這個吃人士 這個吃人士站位置是非常血淋淋的 那而且都是毫不客氣的 很明顯的用這種政治任命的方式 政治的壓力要這個柯市長 接受一些我們根本覺得不適當的人選 他們一直以來就是跟民洋的中央對抗嘛 那吳英寧本來就是民洋的中央所指派 農委會指派的一個候選人 所以當時指派這樣的人的時候 柯市長也其實有很多的不滿啦 所以我覺得從一開始到現在那個情緒累積 再加上說他們認為說鬥吳英寧就是在鬥民進黨 所以我是覺得那個其實直接的關聯性非常強 一起年後修飾菜價暴跌事件 演變到政治鬥爭 人事角力充滿政治操作 被農風波不停歇 最無辜的還是已經造成傷害的辛苦農民 環宇新文章 大家好 聯文樵 泰北報導